走 對 常常都想說 我們兩個還沒成功之前就掛了 他們兩個怎麼辦 所以我們一直在想 我到底要怎麼樣才能 賺得到錢又健康又可以照顧 所以你當下你不會覺得 因為你的心思都在想 我要怎麼成功我要怎麼做 遇到很多困難你根本不會去思考 你只想我怎麼樣去跨越那一件事情 阿菲嗨 她一開始就告訴我 這個 所以她是急中毒嘛 然後很多人就說 你這個小孩 她可能不可能會走路了 因為她的狀況 可是她的腳沒有萎縮 你會發現她的腳兩隻是很平均的 然後她手本來也是很嚴重 然後現在她以前全身 她為什麼會被判定射出失療症 是因為她有個症狀是全身 像Limo一樣 全身除了臉 全部都是黑黑一大一大 甚至她在小時候 一兩歲的時候 我就跟她說 我覺得她看不到我 她眼睛是不是有問題 我們還去看了眼科 然後我覺得她聽不到我 因為她就是有時候 是沒有反應的 然後有時候她就這樣 她也不會看你 我們聽到的當下是 覺得很痛苦 就是很難過 然後不曉得她什麼時候會進步 然後我們做品牌花錢 不曉得會不會賺錢 不曉得下一個月 愛不愛都過下個月 然後只能拚命做拚命做 包括生產 包括固定 包括小孩 然後到最後我還有 因為我還有務農 那時候務農 所以其實時間真的不太夠用 那我在摩咪的時候 她就是在我旁邊看著我 她從來沒有 沒有任何太大的反應 逗她笑啊 然後去捏捏她 騷養她 因為她通常沒有太多的反應 然後有一次我不曉得 在台灣也是在醫院住院 然後我就一樣是逗她笑 然後突然她笑得好開心喔 我就趕快拿手機起來一直拆 然後當下是 一直笑一直哭 她一直笑我一直哭 那個影片都還在 想起來會難受啦 可是是開心的 那是第一次 然後後來她 有一陣子我真的很習慣讓她打我 因為她會打我 我就會很開心 一見面就啪 一見面就啪 我這種眼鏡喔 被她扯斷了好幾次 這個還是比較不會斷的那個 對 其實是 對啦 是後來是 互動就變多了嘛 然後後來叫我 叫我爸爸 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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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也是瘋狂叫爸爸的那個 爸爸 你幹嘛 有一個阿伯他很支持我 所以他跟我們訂了 大概一百多盒的麻糬 包到後面發現 天啊 前面第一盒包的開始潮濕了 他很擔心 影響到品質嘛 那這時候 吳先生就說 哇 我們要來想辦法賣沒有包的 不然包了之後 就是沒辦法酒放 根本沒辦法做 做生意 也量也賣不大 每天都超過一百位以上 每一天 甚至有半夜 然後這樣整整拍了三個月 嚇死我們了 我們真的根本就做不出來 然後每天都一直道歉 過去要賣十天的麻糬 十五分鐘就賣完了 功不應求 那當初我用這個釘子的用意其實是 原本是想跟家人一起使用 可是他們是不願意的 那不願意到品牌過了六年 他開始長大之後 家人來協調 可是他們的方式是 就是讓我也沒有辦法接受 因為我們自己兩個人從 兩個人開始到 有這麼多遠方 那很不簡單 那其實中間有很多的挑戰跟 拉扯 然後也一路上 也走到現在 也非常感謝他 因為其實 壓力真的很大 要撐起一個家 要做這麼多辛苦的工作 要去種田 然後要護孩子 一天只睡三個小時 一般人 很多人是熬不過的 我其實不是一個 特別勇敢的人 而是 說你根本沒有時間去 去害怕 我們只能選擇往前走 當然 過程中 因為我會心煩的時候 可是他 他終究是我要守護的人 所以還是要改變自己的心態 不管遇到什麼比較困難的 總是想 最後想到他們還是會過得要乖 我跟媽咪都笑了 喜歡 在你耳邊唱著 喜歡 重複同一首歌 終於 你學會 在拍拖一起喝 我跟爸爸都笑了 夜裡星星總是閃耀著 你就是最亮的那一刻 其實你可能比我們還不捨 不捨 我們總是在等著 等你飛翔